28House每天, 每天樓市 Hey Young, 28House找楼app, 贊助伯倉 股市波动, 经济前景等困扰之下 楼价继续反复回落, 创超过7年新低 反映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最新补145.12, 按周跌大约1.15% 跌幅是11个星期以来最大 各区的楼价走势分歧, 新界区做好, 升百分之0.54 九龙和港岛下跌, 而总结套年 楼价下跌大约8分, 连跌第二年 整理一下地产代理的数据会发现 过去苦年、 套年、 农年 楼价走势都很一致, 好像1998年的苦年那样 楼价跌近两成一, 之后的套年和农年分别跌大约3分和1成7 这个趋势去到2010至2012年 三个新潮年的楼价出现逆转 连续三年都是升市 再来到这一轮周期, 苦年和套年都是回调 接着农年是否都会跟跌呢 业界就指望先跌后回稳 去到下半年希望, 如果有点好的因素就是说 因为利息见顶了, 就希望下半年真的见到减息的情况出现到 亦都开始慢慢提振, 如果有提振素是真的有效的 那就下半年左右才会明显到反应, 如果都没办法的, 那真是可能就会跟农年那个波动大, 甚至可能去到年底都是有跌幅 虽然市况疲弱, 还要遇上农历新年前的淡季, 但受委施政报告减纳, 辣椒征收的印花税不跌反升 税务局的最新资料显示, 一月份三大辣椒的税售高达4亿7千多万, 按月增加4成1, 创过去6个月的新高水平 但个案跌5.8%去到355宗 其中买家印花税价量齐升, 一月份一共6到62宗, 按月增加2宗 金额大升9成去到接近1亿5千万, 显示非本地的买家持续入市 而反映投资者入市的新重价印花税, 就呈现量跌价升的局面 上个月的中数减少7.3%去到288宗, 涉及的金额大约是3亿2千万, 按月增加2成9, 创6个月的新高 至于反映短炒的额外印花税, 上个月轻微减少1宗去到5宗的个案 是连续3个月在个位数的水平, 涉及的金额借得230万 可能是与SSD禁售期缩短去到2年, 令大量单位即时解禁, 避开需要交税有关 大市整体成交量持续低迷, 传统农历新年之后, 楼市的小羊春会不会出现都是未知之数 但是如果价格足够低水, 好像美孚新村那样, 尺价跌穿1万元关口 近期的二手交头都能保持得到 以下这个位于屋苑蓝寿街11号低层地室, 面积556尺的两房单位 业主开价550万, 尺价为9800多元 单位质素是怎样呢? 一起入口看看 大约550尺的单位开出两房, 业主曾经做过不少间隔改动 包括将耿厨改成开房式设计, 令客饭厅更具有空间感 持有L型工作台面, 不过厨房一角, 设有粒位 业主在这里摆放冰箱, 虽然旁边还有剩下的空间 但通道位置不建议摆放杂物, 身材高挑的人士 也要小心有机会碰到秋油烟机边角 近厨房一侧的饭厅, 放了四人餐桌后 也有足够空间走动 由这里的窗向外望, 可以看到内缘景 但要与邻居对望, 加设窗帘可以保障私隐 L型客厅近300尺, 楼底大约有8尺 空间显得阔落的原因, 来自另一个间隔改动 单位原本的开继, 由这个位置至浴室 是一条长走廊, 业主将原本睡房这边的长身拆除 将睡房的面积缩细, 这里容纳成为厅的一部分 改动完间隔, 淡化原本的长走廊, 避免浪费空间 厅区利用梳化放在中间, 划分两个区域 靠近门口放电视柜, 中间还有足够距离 预计再放一张茶几都绝绝有余 梳化后面近沉区的位置, 可再有条件放大型器材或其他傢俱 间隔改动后, 客房面积缩细至大约50尺 广度刚好可以放一张单人双层床和门后面的倒顶衣柜 转入大约70尺的主人房 目前放了一组连衣柜的组合双人床 只可做到单边落床 浴室程L型, 大约60尺 一入门口左边是洗手盆柜 转角位还有空间放层架, 放洗衣机等大型电器 设有淋浴巾